我跟我爸爸很喜歡一起做運動 去跑步比賽 足球比賽、籃球比賽都是我贏 以後我想要當運動員 這裡的器材比較多 在外面沒有什麼器材 也不用擔心下來了 第一次看到他們完成這些動作的時候 其實我是很驚訝 也會一起分享說 你們到底怎麼完成這些動作 因為媽媽做不到 我覺得我們來這邊運動 反而可以是他們的一個獎勵 其實現在目前大概平均四個兒童 就有一名兒童屬於可以放棄的 尤其是小朋友 大部分都是在家裡玩遊戲、打電動、上網 忽略人的小朋友他們缺乏運動 小朋友其實他是群居的 剛看到很多小朋友一起從事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小朋友其實是很願意去嘗試的 目前房間大部分都是以成人版的國民運動中心為主 盧市長希望能夠以照顧兒童為優先 發展兒童運動中心 在每一個區域都有不一樣的特色 那我們希望營造的不是只有小朋友運動 我們希望是親子一起動 一開始我爸媽帶我來這裡玩 我就很喜歡這裡 就一直在這裡玩 這裡的器材比較多 在外面沒有什麼器材 也不用擔心下雨 一開始我不會上斜坡還有下斜坡 也不會轉彎 之後教練教我 之後我就全部都學會了 我很喜歡這個運動 我在外面踢足球會覺得很熱 裡面不會 因為裡面有冷氣 我從小班就開始踢踢踢踢到大 很喜歡 然後就去參加不同地方比賽 去跑步比賽 足球比賽 籃球比賽都是我贏 以後我想要當運動人 從事足球教學已經11年 這小朋友要讓他喜歡踢足球 真的是需要一門很大的一個學問 以及時間的一個累積 我們就是專員非常多的遊戲 或是輔助器材 把他導入我們的課程裡面 去引導他 會讓他產生興趣 從技術開始玩之後 進而他想要可以更進階班 從進階班開始 一週可能變成兩次的課程 運動中心其實他就是培養小朋友 有多領域的一個培訓中心 他們知道這些小朋友是沒有基礎的 所以他們在安全上 我覺得是有特別忽略到的 複製的部分 由一家小朋友的身形 去調整繩子的長度 小朋友學了攀岩之後 他可以遠離一些3C產品 我覺得他學習更專注了 這個環境讓我感覺還蠻野善 小孩子在上課程的情況下 我們大人就會在這個健身中心做運動 有專業的老師在教導他 我們大人也可以不用說 一直去注意著他 來到這邊的價位 我覺得是很合理的 像樓上也有彈跳床的設備 大人小孩是可以去使用 可以去玩 他可以增加天子間的軟息 跳床的部分是目前 小朋友最喜歡的一個項目之一 我一開始會先在屏幕上 先觀察他們的運動表現能力 沒有懸殊太大的時候 我才會讓他們進入跳床的部分 設計上會以活動式的 比如說加海綿跳躍 可以增加他們跳躍的技能 跳床它算是屬於高危險性的運動 有海綿安全電 我們在做動作的時候 可以保護我們的身體 這裡的話 就是他們可以連續跳 所以他們其實來跳了之後 我都會非常的喜歡 自己在跳的時候 我是沒有辦法先跳 然後下一個動作是坐著 第一次看到他們完成這些動作的時候 其實我是很驚訝的 也會一起分享說 你們到底怎麼完成這些動作 因為媽媽做不到 其實無形之間都會增加千級的關係 來這邊運動 反而可以是他們的一個獎勵 那他們其實就會有一個動力 我只要完成該做的事情 那週末我們就可以來這邊玩 然後也可以讓家長可以輕鬆一點 臺灣市現在是教育部體育署 連七年都是特有的一個縣市 是蠻棒的一個開門的 我過去也是足球國手 我們可能在草地裡面還要撿石頭 還要拔草 那因為現在台東市政府 他在硬體建設的時候 他先把基礎建設先打炸好 不用再擔心說我們要在不標準的場地 或是不安全的場地下做培訓 那我們可以培養我們未來的國手 台東市首創兒童運動中心 現在目前有七座已經完工在營運當中 另外有四座正在緊鑼密鼓的夾蓋當中 在我們各個運動中心裡面 其實都有不一樣的特性 父母親帶著小朋友來 不是只有父母親滑手機 其實你也可以跟小朋友一起互動一起玩 我相信有你們的加入 可以讓整個台東的運動風機會越來越好